在上次彩排结束后,相声小品被缩减成四个,让马年春晚成为三十年来语言类节目最弱的一届,不少观众反应看得不过瘾 昨日记者获悉,由于相声小品数量太少,让语言类节目艺术总监赵本山很不满 在二十日彩排结束后,赵本山在于春晚剧组开会时发脾气,放狠话称 实在不行,我现在排一个小品上 赵本山的态度,再加上参加彩排的观众有不满的声音 风小刚决定让开心麻活的小品同学会复活 这样相声小品的数量变成了五个,再加上张国立的收快版,语言类节目增加到六个 不过往届春晚语言类节目数量都在八个左右,马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比重仍是偏弱 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